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边咱们学了很多绘制图形的各种函数 对吧 这节课咱们需要用一个例子 将前面学过的一些知识 不能说全部 部分窜起来 再加上一些算法 形成一种业务逻辑 好吧 这里边咱们就画什么最合适 咱们看一下系统里边有哪个图是动的 把时间打开 看一下 看到我们这个时间了吗 这里边的秒针是动的对不对 对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数字的时间是动的 那我们就来绘制一个这个 根据系统当前时间让我们的页面上出现这种表盘 对吧 当然表盘如果想做的很漂亮的话 可以用一些背景图片 那这里边我们就画一个简单的图 对吧 来 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完成 我们把上节课做的例子打开 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怎么办 把它去掉 比如说 绘制线 胡 周串 对不对 还有这些字体 我们都把它去掉 我们重新绘制 好不好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边 将这个画布稍稍稍改长一些 比如说改成250 可以吧 然后我们获取系统的时间 获取系统 时间 那要获取系统时间 我们需要先找到什么 先设计时区 把时区调过来 不然差8个小时 对不对 好 我们这的话 刚刚找到了 通过这个设计时区 对不对 我们 把它放在这 设计什么 时区是 中国人民共和国 什么所写的 什么 对 prc 对吧 然后我们分别找到 几个变量 年月日时分秒 可以吧 对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获取到小时 等于用date 获取当前的h 是不是小时 分等于dt 当前的i 可以吧 然后s当前的秒 这会来一个s 是不是 然后我们绘制一个什么 数字的时间 数字的时间 让它在最下边显示 我们就用画周团的方式 images 对不对 在图像上 画五号字体 从哪里画 比如说 从10 或者从20 这块 画230 这个坐标 大家想象 这坐标在哪 对不对 然后画一个什么 中策 比如说 now 现在是 dall for h 冒号 dall i 再冒号 dall s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页面上会不会显示当前的时间 运行一下 lockhouse下边的diambo.rtm 来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这块看一下哪块错了 这是test.php 但是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这个 diambo.rtm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这里边访问的就是src直接接触的就是test.php 对不对 怎么可以把这个包地体什么都加上 想到它不全对不对 好 我们运行 再来一下 刚才我们刷了什么东西吗 imatch gf imatchgf 我们打开一下 现在的时间 我们看下少了什么步骤 绘制画布 天窗画布 各种颜色 然后我们有保存 有输出 对不对 然后有这个 我们如果有写错的地方 它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访问test.php 看来有错了 直接访问这个 它有打开的网络 看一下我们错在哪 如果有错误的话不行 后面少了一个猜数 对吧 是不是少了一个颜色 我们用NOW 那个rate 行不行 来我们试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需要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动起来 你看每次刷新页面是不动吗 我们就需要让它每秒钟请求一下图片就动起来了 我们怎么每秒钟请求 我们可以写一下页面的刷新对不对 这会已经打开了 我们用gs写 大家如果没接触过gs的话 可以先去了解了解这个 看我们先标示一下这个对吧 然后我们用script 用script去设置每秒钟请求一下图片 这里边我们先直接用 script 用script 用script 每一秒钟 执行 这一秒是在这写一千毫秒 执行这里边的一个函数 这是gs的语法 不是pd的语法 大家要注意 不了解没关系 你只要照我这些 就可以每秒钟请求一下页面 然后这里边要document.getLive 获取到那个 admit的标签 那标签id叫time 获取完标签之后 将这标签的src 重新请求一下test.peerp 对吧 请求这个 但是呢 每次请重新请求一下这个的话 记住了test.peerp 是一个图片发过来的 对吧 对于IE浏览器会出现什么 这个图片被每一次 它会缓存到浏览器客户端 就是同一个一门多次请出 同一个图片的话 它还一个 所以图片的刚才怎么是在图片上 写的字对不对 所以执行一次之后它怎么办 是不是就缓存了 对吧 果壶一般的情况不出现这问题 当然也有缓存 所以在后边我们加一个什么 加个随机数 这样的话每次请出地点 后边都随机就不一样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间会不会动呢 看到了吗 时间是不是动起来了 所以这不完成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画一个表盘呢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画一个表盘 那表盘呢 我们就用一个圆形可贵 可以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函数 图像 对 找一下 画圆的函数是 椭圆的函数是 你卖这 是不是这个是画一个椭圆的 那我们就画一个圆的椭圆的函数 咱们不用天窗对不对 所以就画一个简单的椭圆 从哪看的话 圆形一样的从100和先是资源 对不对 然后呢 从100和100开始画 对不对 长周短周多少呢 那个是190和190 比圆小一点 对不对 然后什么颜色的呢 咱们不如蓝色 可以吧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自动刷新 是不是直接出现一个蓝色的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中间我们还可以画一个实形的圆 在中间 100和100 我们这是画 比如说 4和4 就画一个圆点 代表圆形 对不对 我们一样的不如颜色 可以吧 从100给100 但是我们这是画一个天窗的圆 天窗的圆 是这里边哪个呢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还说 对吧 跟它相近的 我们把它放到 把它还是换一点 我们只要一保存 页面就自动刷新了 是不是中间有个点 代表圆形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表 上面是12 下面是6 然后呢 39 对不对 我们写几个字符串 让它看上去像是一块手表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时钟 那我们用写字符串的方式 写几个 分别在 比如说 横着是在100 也就是95 和数着是 5 6 咱们是8吧 随便写一个坐标 对不对 不对 这块应该是 先加个5 是不是5号 3吧 三号字体 对不对 然后画一个什么字符串呢 上面这块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12 上面是12点的对不对 然后什么颜色呢 表盘都是蓝色的 同颜色 我们看一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上面有个12 我们随意的一个坐标 对不对 但也不是随意 咱们也算设计好的 然后分别是 上面是12点 然后我们是 比如说 3点 然后6点 然后9点 我们分别调一下坐标 好吧 那3点的坐标 横坐标应该是100 横着整个是19 对吧 一共是200 咱们长周不是19 所以这块是180 就差不多 对不对 然后数坐标 咱们还是用它95 可以吧 然后不是错了 前面是三号字体 咱们先标上 对不对 然后 这块掉上3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是大概位置 然后 这个6点 应该是横着的 也是95 数着 咱们是180 可不可以 然后9点 横着的话 咱们是 比如说12 可以吧 数着的是95 大概 虽然这个画的不是太明显 对不对 比如这12 咱们可以是11 有点像了 这一个表盘是不是有了 现在最主要是画表针 对吧 那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画一个表针 那假设表针的长 你看我随便画一个表针 表针是不是就一条线 比如说秒针 对吧 它就是一条线 Image A-G-E-R-I-N-E 对吧 通过 表针这里边是最难画的 然后 现在是从100和100 是不是原型开始画 对吧 比如说我画到是180 横着是180 数着是80 随便写一个 好像少了一个颜色 对不对 我们得加上颜色 12 道路 3 行吧 你看 这是一个表针 但是我们得要 对表针动起来 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 我们一些数学的知识 才能要对表针动起来 怎么用我们数学的知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一个表盘 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刚才中心到这会儿 是这样的 对吧 那这里边我们能知道的中心的坐标 我们知不知道 对吧 比如说刚才是100和100 对不对 最主要是这一点的坐标 X和Y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那这点XY什么呢 看 如果我们是一个等超三角形的话 X这个坐标 是不是100加上 比如说这块距离 我们叫做A 行不行 100加A 是不是等于X 这个距离我们叫做B 对吧 100减B 是不是就是Y 对吧 那假设我们这里边 对吧 我们设置一个 X和Y 这点坐标 就是什么 一个是 Dol of X 一个是Dol of Y 是不这样了 那我们现在只要知道 Dol of X就等于谁 Dol of X 是不是就等于100 加上Dol of A 对吧 然后Dol of Y呢 就等于100减去Dol of B 那现在我们就变成了A和B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也就是画图这里边的 什么 A这个变量和B这个变量 是不知道 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表值的长度 我们是知道的 对吧 那假设表值的长度 我们设置的是80的长度 L E N 表值长度 表值是80的长度 对不对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知道 记不记得在学数学的时候 能知道 直角三角形 只要直到一边 直到一个角度 就可以直到对边和林边 对吧 那对边是什么呢 表值长乘以 Sine就是对边 乘以Cosine就是林边 是不是 对吧 那Sine和Cosine 我们知不知道呢 Sine和Cosine系统里边有函数 你看 数学函数里边 我就不知道这些骚了 Sine 你看 有没有Sine函数 有 Sine函数需要传一个角度啊 要表值乘以Sine 里边传个角度就行了 就知道这个值的长度了 那也有Cosine长度 对不对 那最主要这个角度 我们怎么求 那角度怎么求啊 一个表盘是不是360度 对呀 那每走一秒走了多少步 对呀 一秒是10度 一共是360度 一秒 一秒是一度 啊 一秒是一度吗 那么 60 算一分钟 咱们需要360度 360秒吗 对吧 所以呢 一秒咱们要确定等于多少啊 一秒 对吧 也就是一秒走了六分之一 走了六度 对不对 对吧 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Sine和Cosine需要用到弧度 那咱学习个公式什么 什么 二π 等于360度 是不是有这个公式 对不对 然后呢 弧度是什么 π 就等于什么 π 不是 然后一度就等于多少啊 300一度就等于 180支π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一算的公式吧 是不是 因为除以360度一除过来的话 一度不就有360分之 180分之π对不对 然后一秒钟走的是不是6度啊 对吧 当前走了几秒 是不是就值到多少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π是系统函数和这样几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一度 那一秒钟走多少度呢 一秒钟 是不是乘以$S啊 $S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秒啊 现在是几秒 是不是就走了多少度 只要把这个度数 换成谁啊 把这个度数放到 你看 去看球哪边 比如说A边对不对 A边 那么表值长乘以这个 是不是就A边的 对吧 所以A的长度就等于什么呢 $A的长度就等于 表值的长度 LBn乘以 什么 用SI cos cos 是这个吧 一弧度 就是现在秒走的这个弧度 表值乘以长 是不是就A的值 对吧 100加A 是不是就X的值 那B的值呢 B的值就等于 表值的长度 就是那个斜边的长度 乘以sin什么 π 180 乘以$S 是不是当体秒数走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表值怎么往回走 走反了 走反了 在投赛 那我们这话是不是加法了 我们这话是减加 这话加上 看一下这表值 sin cos 100加上A A等于长度乘以派追上面是没有变对不对 只是 表值 AXY X是长度乘以cos 是乘以派 因为坐标是反过来的 坐标是反过来的 它就这么划 因为这是表值的长度 往下走 对不对 A加上X加上A 没错 100加上A的长度 我都是剪的 看下这个时间往回走对不对 我都是剪的 秒数 我把这个打开 得跟它对应上才可以 不对 现在它俩秒是不一样的 还是反的 跟它是 走的方向 对走的方向 但是没有它走的快 你没有发现吗 走的很慢 咱们是哪成错了吗 这话是加A 100-D 往上走 然后是 2π 1度等于 2π 等于 360度 然后 1度就等于180分之π 1度等于180分之π 是吧 2π等于360度吗 然后1度是不等于180分之π 对吧 然后S呢 是当前的 秒数 π的乘以6 因为是 咱们是1秒等于几度 走1秒是不是6度 对不对 所以这话就变成是 30分之π 1秒钟 总是3分之π的度数 对吧 1秒钟 咱刚才算了这个忘加了 对吧 1秒等于这个 我们这把这个代码去掉 是吧 这表示速度可以了 但是是倒过来的 这就是让时间暴流了 对不对 两个东西 就好 嗯 看这个对没对上 对 他的秒必须是一个加一个点 你看他俩表直是没对上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秒给的对好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秒给给的对好 这简单就这加 他俩是需要一个加一个简单 你得到这块加这块减 那我这块用塞这公式 这一口塞 跟它是一致的对不对 对啊 因为这里边我们这数学公式这个时间轴和数学那是倒过来的 所以有的是塞和口塞和这块是容易反的对不对 好 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解一个秒针 那分针呢 大家可以画一下 如果想表针变得粗一些的话 你可以多画几道线 好吧 那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蝶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